我毁婚了,就在婚礼的一周前,因为我收到了有关于未婚妻的录像,对不起,我没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 面对谁未婚妻的父母,再多的话也只能会成这一句,某天早上,手机信息把我吵醒,你女友交往过多个黑人,图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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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点开一看,竟是未婚妻和不同黑人的半裸照,我仅剩的那点睡意也消失得一干二净。 欢迎来到无心情话,感谢您的订阅和点赞,善淫而后福,恶淫而后祸。 今天分享一个老婆与黑人的故事。 我与未婚妻在毕业手相恋,如今已经是我们恋爱的第七年了,因为各方面比较合适,所以我们已经在一个月之前把结婚请帖发了出去,就等着办一室了。 但我们没领证,因为未婚妻觉得三个月后的日子更适合作为结婚纪念日,未婚妻说我是她的最爱的男人,我相信,因为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,还是一张白纸。 我很感谢她愿意嫁给我这么个无父无母的人,我从心底里感谢,这七年来,未婚妻给我的感觉也从没变过,一直是淡雅又清纯,是我心里的小白话。 转眼七年时间过去,我们即将成为一家人,但陌生人的一则短信,让我们注定没有成为一家人的缘分,我们见一面。 我的手指颤抖着,无力又坚定地按了下去,一如我当时的心境,看着陌生号码,我决定把这个人找出来,于是给陌生号码发了这样一条信息,好。 十分顺利,这个人并不想隐藏,要见面了,我心里像要上战场一样紧张,我在想到底会是谁,但却怎么都没想到会是他,咖啡厅里,时间凝结了。 这个人我认识,未婚妻跟我提过,是他的前男友。 怎么会是你? 我平时里沉稳的模样不复存在,转而代之的是在见到他的一瞬间,我冲过去揪住他的衣领。 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接受自己女友的裸照出现在前男友手机里,我也是,但对方显然不屑和我争执。 未婚妻的前男友只是用力挣脱,然后稳稳坐下,一副胜利者的姿态,羞辱了我,拥有着自己前女友。 眼前这个男人献女友的裸照,他有这个底气,这个前男友话不多,坐下后给了我一个U盘,还留下了一句话,萌萌都知道,剩下的你可以问他。 萌萌是未婚妻的好朋友,也是我的下属,我们时不时就汇聚在一起吃饭,还比较熟络,我混沌地走出咖啡厅,脑子里都是未婚妻前男友的那句话,他不值得被爱,他根本没有表面那样简单。 为你不长眼睛啊,怎么走路的,避都避不开。 旁边阿姨喊了一声,我才注意到,为了躲我车骑的七扭八扭,但最后还是碰到了,我不紧不慢停下,直视骂骂咧咧的阿姨,对了句我没长眼睛,你还没长吗? 对面阿姨,看碰上个硬茬,嘟嘟囔囔,推着车子离开了。 那个给你视频的男生的妈妈,因为小雅死了。 我未婚妻叫小雅,这是萌萌跟我说的第一句话,震惊已经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情绪了,但是萌萌却非常淡定,给我讲着两人的过往。 我得知,未婚妻与她的前男友在大一时同为辩论队队员,两个人被称为学院的金童玉女,两个人的恋爱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令人好生羡慕。 但正当所有人都认为两个人会一毕业就结婚的时候,他们却分手了,不过到底是为什么分手没人知道,传言只是性格不合。 但这件事,身为未婚妻好朋友的萌萌却十分清楚,是因为未婚妻的出轨,萌萌多次表示,她怎么都没想过,我的未婚妻竟然会抑郁出轨,但事情却真实地发生了,而且还被前男友逮个正找。 所以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,最后约定此生再不相见,她说得对,我以前所认识到的未婚妻太过于表面,我们见一面吧。 这一次是我跟未婚妻说,看着未婚妻见到幽盘里的自己时,她眼角抽动了一下,我知道,这是她紧张的表现,这已经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了。 你先不用跟我解释这些黑人的事,我想先听听为什么你前男友的妈妈会因为你去世。 萌萌跟我说了个大概,剩下的我想从未婚妻那里听到,如果说先到未婚妻与黑人的亲密照时,我动了不结婚的心思,那么在知道这件事时,我就已经铁了心了,我不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有这么多东西对我隐瞒, 对于我知道这么久远的事,未婚妻非常吃惊,满眼的疑惑,但不一会儿她就稳定了下来,像往常一样神色,娓娓道来,两人之所以分手,是因为未婚妻与另一男人约会被发现。 未婚妻的劈腿原因很简单,就是那男生一直在追求他,没有别的,未婚妻的前男友无法忍受自己女友的一次劈腿而果断提出分手,未婚妻也顺势而为,交了新男朋友。 前男友接受不了这一事实而选择跳河,却没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竟会失去自己的妈妈,我当时知道她要跳河就赶过去了,推嗓之间我划了一脚,是她妈妈救了我。 但是,未婚妻前男友的妈妈是因为救她而淹死的,两个人即便在爱,中间也隔着亲生母亲的死亡。 无法再修复了,前男友把一切推到了未婚妻的身上,无比的恨,我之前从没想过未婚妻会玩得这么开,黑人的事是在你之前,我没背叛你,我也是有底线的。 再说,你知道我很干净,未婚妻当着我的面说出了这样的话,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话,若是真的干净,怎么会有这种东西的存在? 若是真的没有背叛,怎么会说得如此的简单?你可真会说笑话,你怎么能一点都不解释呢? 未婚妻的前男友来了,是我叫过来的,这么长时间不见,你竟然会好意思说是我妈为了救你才失足掉下去的,明明就是你不小心把我妈推下去的。 未婚妻的前男友越说越激动,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叫喊起来,要不是因为你妈找了领导,你觉得你会有现在这么正常的生活? 太可笑了。 我知道未婚妻家里是有些人卖的,但没想到竟会有这么强硬的后台,你怎么会过来?专门来看我的笑话的吗? 未婚妻见到前男友的那一瞬间起,整个人就如同炸开了刺的刺猬一样,防御性十足,是我叫他过来的,我想搞清楚这一切。 你,你们,你们,你们和其伙来质问我,不用说了,我不想要这种相互需要隐瞒的婚姻,这婚,我想我们不用结了。 面对未婚妻的疯癫样子,我十分庆幸我们两个没有领证,我不管,我没有同意,婚礼当天,我是一定会照常出现在婚礼现场的。 你自己掂量着办?未婚妻料下这么句话就离开了,她认为我一定会像往常一样,亲就她出现在婚礼现场,但这一次,我没有,我无法说服自己。 当天晚上收拾好行李,我去了三亚,一个人散散心,优盘我还给了未婚妻的前男友,那东西我拿着也没有用,我不准备怎么样,她的东西还是交给她保管吧。 可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我的这个举动,竟会酿成那么大的后果。 早只会是这样,我说什么也不会这么做。 这段时间,未婚妻给我打了不少的电话,也发了不少微信,都是让我回去按时参加婚礼的。 但这是不可能的,听说未婚妻真的按时到达婚礼现场了。 我还在三亚,在后来是什么样,我一点都不知道,在接到消息的时候,已经是一周之后了,是陈超吧。 终于接电话了,我们是民警,崔小雅女士自杀了,你需要过来接受调查。 未婚妻自杀了。 行李也来不及仔细收,我匆忙赶了回去,坐在警察面前,未婚妻是在婚礼当天自杀的,走的时候还穿着美丽的婚纱,这是当天的婚礼录像,你看一下。 婚礼开始之前,一位不速之客到达了婚礼现场,是未婚妻的前男友,未婚妻的前男友把我曾留给他的U盘插到了婚礼现场的大屏上。 未婚妻的不堪过往,被来宾直视得干干净净。 未婚妻死于亲朋好友的灵池,这个U盘上有你的指纹,虽然我们知道这件事不是你做的,但是你也需要接受下我们的调查,况且,你还是那个没出现在婚礼上的新郎。 这个U盘竟会是造成未婚妻死亡的主要原因,我恨我自己当初把它留给未婚妻的前男友,即便我知道这也许会有辈分,但是我如果可以承担起责任,不去逃避,把事情想得周全一些, 这件事本是刻意不发生的,是我让未婚妻承受了这一切。 我向警察讲述这一荒诞又可悲的故事,婚礼视频中各路宾客的咸咽碎语,未婚妻出现在礼堂时接受到的鄙夷眼神,这一声声一幕幕让人觉得喘不过气, 你不知道吧,你未婚妻的这个前男友也自杀了,跳河,前几天打捞到了她的尸体。 警方的话把我拉回县时,未婚妻的前男友也死了,这对于她会是解脱吧,你这么长时间不接电话,我们还以为你也遭遇不测了,不过检索到你在三亚,才联系了你。 一切调查结束,警方表示我可以离开了。 我去了未婚妻的家,看了未婚妻的父母,老两口因为女儿的离世打击很大,一下子仿佛苍老了十岁,再见到我的那一刹那,我们四目相对,但却无言,只能默默流眼泪,如今的我在海南定居了,把未婚妻爸妈也接了过来,我们一起生活, 我辞去了过去的工作,结束了过去的交友圈,展开了新的生活,过去的一切,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了,即便不愿承认,但是它却真实的存在着,还是要向前看,能放下的就放下吧,就像我们仨一样,彼此温暖着,彼此照耀着。